大家好,我是浦渝,每天分享不一样的篮球趋势 今天我们分享的话题是CB的三个消息 北京阳帅要先翻辽宁南篮 福阁倒队时间基本确定 外援梅奥否认离队 这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题 1月16日CB常规赛迎来了两场焦点比赛 辽宁南篮迎战广州南篮 而北京南篮迎战江苏南篮 经过四节比赛激烈角逐 两场比赛可以说是精彩激烈 辽宁南篮再次战胜了广州 而北京首个南篮迎来了大胜 战胜了江苏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三条消息 或多或少的与这两场比赛有一定的关系 北京阳帅要先翻辽宁南篮 可以说是吧 最近北京首个南篮一直是球迷和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 特别是球队的执行教练谢礼宾 竞赛之后 阳帅乔琉接任了谢礼宾的指挥工作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中 首个南篮战胜了江苏南篮 以120比91战胜对手 这个得分也创作了球队本赛季的一个得分新高 球队提升了自信心和气势 赛后这个外籍主帅乔琉信心大增 在赛后采访时直接表示 下一轮比赛要先翻辽宁南篮 这个乔琉直言 球队的攻防两端都做得很好 并保持了很好的专注度 我们这支球队有实力 完全和CB联盟任何一支球队去竞争 下一场将是一次很好的挑战的机会 从这个演绎中 这个杨帅也透露出 要先翻辽宁南篮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也期待吧 北京首个南篮能够好运 能够做好自己 在接下来对对辽宁南篮这场比赛中 能够取得胜利 据悉这场比赛将在18日晚上进行 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辽宁南篮的外援服务阁 倒队式的时间基本确定 此前的篮球媒体人赵桓宇透露 辽宁南篮已经与服务阁进行签约 而近日的辽宁南篮相关人士采访时透露 确实与服务阁已经达成协议 目前的服务阁正在办理相关的签议 但是疫情比较严重 手续可能比较紧张复杂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这个服务阁有望在第三阶段进行比赛亮相 其实对于辽宁南篮这个小外援的传闻 还是比较多的 之前你像巴斯、穆罕默德 都是辽宁南篮为外援 其实相比巴斯和穆罕默德 这个服务阁还是比较适合辽宁南篮的 一方面巴斯年龄已经比较偏大了 而且进攻手段比较单一 同时辽宁南篮北赛界的内线拥有 韩德军、朱镕镇以及即将加盟的富豪 在内线上已经一换已经解除 如果牵下服务阁 既可以提升球队的进攻能力 得费能力 也可以对标广东宏远的双小外援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我们也希望吧 这个服务阁到来之后 能够给予辽宁南篮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夺得北赛界的一个冠军 第三个消息就是 梅奥的经纪人团队否认梅奥离队 在梅奥战胜广东宁这场比赛之后 球队的主帅杨明在赛后采访时表示 梅奥的母亲得到新冠病毒比较严重 她的心情和状态受到的一定的影响 此后媒体就爆出了 梅奥有意计划返回美国这个消息 也在1月17日 梅奥的经纪团队正式澄清 梅奥并没有返回美国的打算 梅奥已经嘱咐 她的弟弟和妹妹去照顾她的母亲 目前她的母亲病情比较稳定 味觉和吸收都比较正常 据悉在梅奥的母亲疫情期间 辽宁南篮剧院布达也表达了爱心 主动的邮寄去了防疫口罩等用品 并主动安抚梅奥的情绪 并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梅奥也展示了其出色的一个职业精神 将继续留在梅奥南篮 征诞接下来的一个CB的比赛 我们也希望吧 梅奥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能够有精彩的发挥 同时我们也希望梅奥的母亲 病情尽快好转尽快康复 这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话题 本期之初欢迎评评证 感觉不错 欢迎点击关注主要群雷 好 谢谢大家